美国买房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同样是2800尺的房子 有的房子就六七十万 有的房子可能就四十多万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道 就是四十多万就可以拿下的五个卧室 三个洗手间 特别适合家里人多的户型 今天介绍的这个小区叫 Masonwood 这边就是它的活动中心 当然我们今天看的是样板间来的 所以说我们看的这个房子 并不是说你一定能买得到的那个房子 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户型 它其中这个户型是一个五个卧室 然后三个洗手间的户型 双车库 然后这个户型特别适合家里人多的那种 那它的报价也特别的低 大概就是四十万出头的样子 这个房子的这个位置呢 离亚洲城就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位置 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那还有就是大优点啊 就是这个便宜是吧 四十万出头买到五个卧室的新房子 就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可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这个房子学区并没有很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区很好的话呢 这个可能就不能考虑了 这个学区也就是个B类的一个学校 那这个房子呢 一楼呢有两个卧室 二楼还有三个卧室 所以一共就是有五个卧室 这边就是它的主卧啦 旁边是它的主卧洗手间 那它的户型就是方方正正很规整的户型 但是你要说非常有特点 或者是特别的就是讨喜 当然了也不能那么说 主要就是实用性更强一些 然后位置很好 离亚洲城又近非常的方便 如果您家里没有孩子上学的需求 那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您觉得投资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户型 毕竟它的位置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就上二楼看一下 价格又比较低 上了二楼之后呢 左右手两边分别都有卧室 我们先来这边看 窗户很大 所以直接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漂亮的景观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是从这个楼梯上来的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卧室 然后卧室的旁边是一个客厅 二楼的客厅 所以你看这个户型就是什么都有比较规矩 你看家里人多 每个卧室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远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卧室真的是面积很大 所以住起来会很舒服 然后呢它旁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这是二楼的一个洗手间 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四个卧室 还漏看了一个卧室 就是一楼的另外一个卧室 现在我们就上一楼那个卧室 给你看一下 你看家里人如果有小朋友 然后有老人 老人就可以在一楼的另外一个卧室住 一楼的另外一个卧室呢 是在门口的这个位置 面积也比较大 然后旁边就是洗手间 然后呢这边是车库 但是现在做成了办公室 我们就先不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户型 这个小区叫Masonwood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社区的感觉啦 这个社区正好在99号高速公路的旁边 这边就是99号高速公路 往前走就是这个社区了 它离高速公路还有一大片空地 会盖商业地产 所以社区就在未来的商业的后面会很安静 然后旁边是两个湖围绕着这个社区 社区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一个高中 虽然高中的学区不是很好 但是它离学校特别近 就保证非常安全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社区呢就是在这里 这是整个社区的目前的修的路的感觉 地图上刚刚更新出来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它在大地图上什么样子 我们在休斯顿的大地图上来看一下它的分布 我们看到这个社区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它往下走的这个大部分呢就叫北KT 然后它在下面的这条路 这就是10号高速公路 然后我们平常看的这个三角区域 这就是中国城 再往下走10号的下面就叫南KT 然后在这个南KT的边缘新房子叫Forscher 再往下走的这个部分叫Richmond 再往下走就叫唐城了 我们就看一下它 你看哈它是在一个99号高速公路 这就是99号高速公路 这条竖着的这条高速公路就是99号高速公路 它就在99号高速公路的旁边 然后它这个位置的好处是 它往上走就是很贵的这个社区bridgeland 然后它往下走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就是亚洲城 所以它到亚洲城的距离特别近 就十几分钟 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它又紧挨着一条高速99号 也就是休息的三环 所以它的位置我是认为非常好的 大多数的各种设施 在99号高速和10号高速上都有 所以它到哪都很近 就是它的位置特好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它的位置距离 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这个距离 到KT Asian Town 10分钟 到中国城27分钟 到Costco买个东西就12分钟 它真的位置非常的好 就是学区不上方 如果你不记忆学区的地方做投资方 或者是你先自于到更多的新闻 不记忆学区的方式 或者是打电话 而且这个地方它离一个私立学校也特别近 这个私立学校叫British 这个地方离British就12分钟 离私立学校也真的很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这个社区可以说是非常有潜力了 你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